生命还在 还没有完全死掉 所以这两个生命就会交战 那么基督徒新旧生命的交战是一生之久 直到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才会停止 一生我们都会有这个新旧交战 这个新旧交战只有基督徒有的 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别的挣扎 但是我们没有新旧生命的交战 唯有基督徒有这个新旧生命的交战 但是基督徒这个新旧生命的交战 虽然是一生之久 但是这是一个必胜的战争 当我们没有打仗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一场仗是一定能打赢的 那我们一定会存着信心去打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在这里保证了 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 称他们为义呢 又叫他们怎么样 得荣耀 神保证我们 他帮助我们 所以这个仗呢是必胜之仗 每当我们遇见困难 遇见挣扎的时候 我们就知取上帝的恩典 知道这个仗是一定能打赢的 我们就愿意去打 打还是要打呀 你说一定要能打赢就干脆不要打了 那就省事了 每个基督徒一信主都接回天家了 那就很省事 没有 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要在这个世上 神说我不要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叫你们脱离那恶者 他叫我们脱离罪 但是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世界 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和炎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和使命 所以呢 我们知道一定会胜 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 无论在家庭中 在工作中 在夫妻关系上 在与儿女的关系上 与同事的关系上 与同工的关系上 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 不断的 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 真正的慢慢在我们身上 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形象 那个就是恢复了 真正恢复神造我们的那个形象 这是神的心意 那下面我们再分享一点 就是怎么样 如何能够活出荣耀的人生来 如何能够活出这个荣耀的人生来呢 我提几点 供大家来参考 我们一起来思想 活出 要活出神的荣耀来 我想首先一点呢 就是要重新活出神的形象 那么这个神的形象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 请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 我想呢 全本圣经 对神的形象 一个最好的解释 就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里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从二十二节来看 我们可以从二十节来看 这里说呢 一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他说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前面说的是那个旧人 一个学了基督的人就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请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第二十四节 来 请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所以神的形象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节经文里告诉我们的 什么叫神的形象啊 你说我们信主以后要活出神的形象来 那么什么叫神的形象呢 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神的形象呢 就是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这个就是神的形象 这个就是神的形象 神要我们活出真理的righteousness和holiness 这个就是在真理里的意和圣洁 神要我们活出 这个就是神的形象 那么 不是人自己的意 不是人说 这个人他很好 或者人呢 觉得自己很好 我记得我先生以前 没信主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他没信主的最大障碍 你说是什么 他说他没罪 当你一说罪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 我这么好的人 我只有一点错 我没有罪 他说你看 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学院里面工作 我们以前都在大连工作 你说咱们学院 最不好的人 就是 他说他都愿意跟我合作 就是这个学院 大家都不愿意 都知道那个人很不好 但是呢 这个人呢 都很信任我先生 他就给我举这个例子 说你看连那个人 都很信任我 我从来不说谎 当然我绝对不相信 从来不说谎 可能是相对来讲 比较受人信任 比较受人信任 自己以为是义 可是就因为他这样 自己 这是不是他的优点呢 在人来看呢 也可能是 大家也说他是个好人 不爱说谎 很老实 也不爱 这个 坏别人 或等等 但是就因为他的好 阻挡 阻挡了他认识神 很长时间 其实这个好呢 也是相对的 也不是真正的好 最后面 他信了主以后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完全败坏的 一个罪人 一点好的良善都没有 我们真的 在堕落的人性里 神在我们身上 找不出良善来 今天我们能够蒙神的怜悯 那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不是我们值得 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和怜悯临到了我们 那么 不是自己说的那个义 而是呢 在真理里面 神称我们为义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了 流出了宝血 洗尽了我们的罪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被称为义了 在真理里面的义 不是人自己 以为的那个义 而且呢 人真正能活在真理里面 人就得自由了 实际上自由 也是神的一个形象 神的形象的一部分 因为神是自由的 神也给人自由 神造人的时候 神给了亚当和夏娃 一个相对完全的自由意志 当然这个自由意志不是绝对的 绝对的自由意志只有神有 但是呢 他给了亚当和夏娃 一个相对的 但是是很完全的自由意志 这个自由意志包括 可以选择犯罪 也可以选择神 这个就自由啊 可以选择犯罪 也可以选择神 但是当人堕落以后 人这个相对的自由意志 也没有了 人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意志 人只能选择自己心中所喜好的 人已经不能够主动去选择神了 如果今天我们认识了神 你说在布道会上 是我举的手 没有错 但是在我们举手之前 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工作 他扭转我们的心 我们才愿意举手 如果神 圣灵不扭转我们的心 我们的手都举不起来的 所以今天当人堕落以后 人的自由失去了 人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人以为这是自由 人以为说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个就是自由 有的人说呢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不是自由 你想不做什么 就不做什么 才是自由 有的人是这样说 比方说有的人 他说我想抽烟就抽烟 是的 你有抽烟的自由 但是可能你就没有不抽烟的自由 因为你想不抽不行 如果你想不抽就行 你早就不抽了嘛 赌博的人也是啊 我想赌博就赌博 对 但是呢 你不想赌博的时候已经不行 你必须赌 赌的倾价荡产 还要赌 被捆绑住了 那个自由 是在罪里面的自由 在真理里面 不犯罪的自由 才是真自由 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不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如果你想不做什么 你就能不做什么 这还是人本主义的 人的意志 我想不做就不做 在人的层面 实际上没有真自由 真自由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 如果大家愿意翻也可以翻 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 这里 我们看着屏幕也好 我们看着圣经也好 我们可以一起读 我们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来请 这里说是真理 比较我们对自由 可以翻过来 我们再看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三十六节 来请 这里说呢 只有真理 能叫我们得以自由 若天父的儿子 叫我们得自由 耶稣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他也是真理 天父的儿子 叫我们自由 我们就真自由了 那是真理里的自由 那真自由是什么呢 真自由呢 就是我们能够做真理要求我们去做的 而不做真理不让我们去做的 这个叫真自由 大家记得 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那个都不是 那个都不是真自由 真自由就是做真理要求我们去做的 坚决不做 真理不让我们去做的 这个就是真自由 完完全全脱离罪的捆绑才是自由 但是今天现代人我们常常滥用自由的观念 因为没有真理 对自由没有真正的解释 为所欲为就变成了自由 这就是现代人的问题 而且在这种自由里 人们就发现问题就出来了 苦难就来了 为什么越自由越有苦难了呢 因为这个自由离开了真理 而且离开真理的自由 已经变成了不是自由了 是罪的奴仆 被对罪挟制着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在美国我们知道 有一群人叫 那个六四年 大概是六四年以后生的人 叫什么呢 叫baby boomer 大家知道吗 那时候生了很多孩子 就叫baby boomer 出来很多 大概是从六四年以后出生的 可是这一群人 是最讲自由的 也就是最滥用自由的 从那以后 美国的这个女权运动 也兴起了 同性恋 也是从那以后出现了 然后离婚率 犯罪率都升高 这一群人是最要解放的 性解放 性开放 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要家庭 那够自由的了吗 这一群人是很自由 但是这一群人呢 受的苦难最多 什么苦难呢 被最折磨 这个是我看了一个统计的资料 上面说到baby boomer 这一群人 就是现在四十岁 三十岁到四十岁 这样之间的人 四十出头 三十多岁 这样这一批人 从baby boomer开始到现在的这一批人 得抑郁症的最多 这么自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滥用自由 滥用自由 完全没有生活规律 为什么呢 因为人 其实 人不会真正的爱自己 特别是堕落的人 我们现在讲的概念都是堕落的人 没有堕落的人 只有谁啊 堕落之前的人 只有谁 只有谁 只有亚当和夏娃嘛 对不对 亚当和夏娃也堕落了 只有他们 以前 没堕落的时候 他们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 我们都堕落了 我们生在亚当和夏娃里面 我们就带着原罪来了 所以呢 在堕落的人类里面 人类堕落以后 人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爱自己 其实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最爱自己 但是呢 每一个人只能照着自己所想的去爱自己 那不是正确的爱 所以人根本就不会爱自己 也不懂得爱自己 其实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是真的爱每一个人 因为上帝会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请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能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呢 我们不能 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有哪些地方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或者我们看见别人也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看见我的先生 我的太太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我们会难过 我们为自己也难过 我们不接纳 我们看自己不好的时候 不喜欢 自己不会爱自己的 但是人就以为自己会爱自己 人就照着这个去爱自己 爱来爱去就这样子 得这个精神问题的抑郁症最多的就是这一批人 讲究自由 讲究性解放 讲究女权运动 等等的 这一批人 反而问题最多 就是在这里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 神照着我一切的本相 他都知道我坏到什么程度 但是神还爱我 那个时候 人有了真正的自由 而且人有了真正的平安 这就是在上帝的里面 我去年 前年去欧洲的时候 最近我也去了美国的一些地方 碰到的差不多是同样的问题 我在欧洲 在德国的一个城市 忘记了是哪一个城市 那么在布道会分享以后 一个女孩子来找我 很年轻的 是从国内去欧洲学习的 在做博士 但是呢 他说他 有很大的问题 拿着家里的钱 到了欧洲 家里供着 钱花了很多 可是呢 他说他没有办法学下去 两年了 这个论文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他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开始 自己也知道 知道家里的钱不容易 供他念书 但是他说 无论如何写不出来 两年 没有敢告诉自己的父母 但是这个痛苦 而且他信主了 信主了以后 还是这样痛苦 那么那一天 他来跟我谈的时候 那么我就问了他一件事 你有没有 早晨起来跌被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不跌被子 我说我只是问问你 他说我真的没有跌被子 我说你为什么不跌被子 他说我就是不愿意跌 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跌 他说我信了主了 如果是主耶稣帮助我 他就应该让我愿意跌 哇你看这是什么逻辑 我不愿意写功课 我不愿意写论文 那主要是爱我 他就应该让我愿意 我说没有错 你可以这样求 但是神给了你理性 神给了你这个健康的身体 你有这个能力 神给你了 神就是要你照着他的心意去做 这些人自己有百分之百的责任 虽然神在我们身上有百分之百的主权 但是你自己有百分之百的责任 你就应该用你这个健全的身体 而且用你这个智慧 很聪明的头脑去做你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做 我不能帮助你 你不听神的话 你还要神怎么样帮助你呢 难道神还要到你的床前站着给你跌被子吗 不可能的 神给我们了 神的话都在圣经上 清清楚楚写着呢 你就要去做什么也不要想 当时呢 听了很刺耳 他当时没办法回应 我说如果没有这一步 请你也不要找我 他说他留了我的电话 给我要了我的email地址 我说如果你第一步不能做的话 你也不用找我 因为你找我没有用 你根本不想听神的话 你找我干什么呢 我只是你的一个听众而已 那么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你再诉苦 你都是自我中心的诉苦 你没有真正的体会 你的父母的辛劳 要供着你 念这个书 两年没有写一个字 而且被子也不跌 活得乱七八糟 如果你不能够走这一步 我说你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你有第一步 我就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 他说好吧 我试试 很奇妙 我很感恩 回来一个月以后 我收到他的email 他说我开始叠被子了 不但是叠被子 两年没有开头的论文 我已经开始写了 赞美主 愿意 只有在真理里面 靠着神的恩典 愿意 放下自己 知道神爱我 只有这样 才能够从那个抑郁当中走出来 否则那个极大的 那个沮丧 那个失望 对自己失望 对环境失望 甚至对主失望 你不必 就开始做着第一件事 做小事 最近我去 我不讲是哪里了 也是同样的 年纪也差不多 一个青年人跟我谈 也是 第一句话还是问他 有没有叠被子 哇他很惊奇 你怎么知道 我没叠被子 同样回答 很奇妙 好 叠被子 如果这件事你不做 我们就没有下一步 结果我回来 两周 他给我打电话了 现在已经跟我通了四五次电话了 他开始好转了 他这个抑郁症好转了很多 他原来跟我讲的时候 他说我身上是不是有鬼呀 我说你身上没有鬼 你就是鬼 你就是懒鬼 什么都不做 你就是懒鬼 他总是叫人给他赶鬼 这赶鬼干什么呢 圣经上神的话这么清楚 教你做你就尽你的责任 神给了你健全的头脑 给你健康的身体 你什么都不干 你就在那抑郁 那你就抑郁吧 没办法了 好转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越来越好 有了第一步 我们就有第二步 慢慢来 走在神的心里 热爱圣经 热爱神的话 过圣洁的生活 只有这个 就是在真理里面 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圣洁是什么意思啊 圣洁不是圣人 没有缺点的人 我们好像都有缺点 没有错 圣洁就是有缺点的人 就是像我们这样一群人 但是呢 这个圣洁的圣字 就是分别的意思 分别出来归给神呢 这个叫圣洁 只要你属神 你就圣洁 虽然我一大堆缺点 但是你还是圣徒 保罗怎么称 哥林多的信徒啊 说是圣徒 对不对 哥林多有多少罪啊 连外邦人没有的罪 哥林多教会里都有 是不是 大家知道 那个罪不好的罪是什么 在哥林多教会里 外邦人都没有的 谁能告诉我 对 有的人把她的继母 收了做她的老婆 这连外邦人都没有 但是哥林多教会还有 所以有的人说呢 教会里面 所有的外面有的罪 教会里都有 而且教会里还多两样罪 多两样什么罪呢 第一 假冒伪善 第二 明知故犯 因为外面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神的话 所以犯罪了 他不了解 但教会里的人 听了神的话 还犯罪 另外就是犯了罪 还假冒伪善 都有的 我们是一群罪人 罪人中的罪魁 你看保罗都是罪魁 我们能好到哪去呢 我们也不比保罗强吗 一群罪魁在这里 但是这是一群分别出来的人 虽然有缺点 但是大家承认 敢于面对自己是不好的人 自己是需要上帝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 我常常也听弟兄姐妹 很沮丧问我 他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主了 可是我们家庭还是一大堆问题 我们夫妻之间彼此亏负 而且我们也亏负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邻居没有信主 隔壁那个邻居没有信主的家庭 也是一样 他们也不好 也彼此亏负 也亏负孩子 那么我们和他们究竟区别在哪里 我说我们和他们都彼此亏负 也亏负孩子 但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 我们是有罪的人 他们也是有罪的人 但是我们是一批 罪得赦免的人 而且我们这两个罪人 在一起 还有一位 无罪的救主 在我们当中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隔壁的邻居 也是两个罪人 但是没有 无罪的救主 在他们当中 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基督徒的家庭 无论多不好 有盼望 因为你有一个方向 你会向着那个方向 走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不同啊 所以圣洁 就是远离罪 分别出来 不等于没有缺点 远离罪 远离恶 这个就是圣洁 过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人才可爱 圣洁的人才美丽 圣洁的人才幸福 不敢过圣洁生活的人 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我认识一个姐妹 她长得很漂亮 而且她有音乐的天赋 会吹这个长笛 吹得很好 那么她呢 长得真的是很漂亮 所以她说她呢 她是从小就姓祖的 但是她找对象的标准 是她的哥哥 一定要长得像她哥哥一样 因为她已经很漂亮 她哥哥也很帅的 浓眉大眼 但是我要说的是 后来她找一个弟兄 这个姐妹呢 个子不高 她找这个弟兄 跟她一边高 没有高高的 没有高高大大的 有没有浓眉大眼 没有眼睛很小 而且眉毛几乎看不出来 为什么 那弟兄可爱 爱主 爱主的人才可爱 爱主的人才发光 我常常说 我们的弟兄们呢 你不要愁 找不到好的女朋友 你要好好爱主 你的身上会散光的 一个人长得再帅 或者再漂亮 如果他没有身上 没有主的爱 你看不出那个光彩来 真的 那个弟兄 我只举一个例子 当然他们是从台湾来的 一对夫妇 当教会建堂的时候 他把他所有的钱 奉献给教会 这个姐妹 爱他 不是没有理由 真的是 那个主的光 在他的身上 他被这个弟兄吸引 那么他们结婚的时候 这个姐妹也 也跟着他 一起爱主 两个人一起服侍主 两个人就相爱 结婚的时候 这个弟兄的钱 全奉献给教会了 那么姐妹是在 另一个教会也是建堂 姐妹也把自己钱 奉献给教会了 所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屋里只有一个灯泡 是买来的 剩下都是捡来的 床垫 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床垫 一个灯泡 两个人就结婚了 神非常祝福他们 彼此相爱 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后来到美国去 真的神的祝福非常大 他们什么都有了 我在洛杉矶幕会的时候 我们教会洗礼 就在他们家的游泳池 很大的游泳池 房子也有很大的 神会祝福的 非常奇妙 所以圣洁是非常重要的 圣洁才有力量 年轻人我们都需要力量 因为我们要走向社会 有事业 以后要有家庭 都需要能力 什么样的人有能力 圣洁的人有能力 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圣洁 但是圣洁的人一定有能力 你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所以呢 我就提这样 第一点呢就是 要活出神的形象来 第二点呢就是遵守 神所定的次序 遵守神所定的次序 这个很重要 我们知道 我再有几分钟就结束了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就去讨论 那么遵守神的次序 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那里我们就看到了 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然后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等等等等 神就把白昼 把那光叫做昼 把那个暗 叫做夜 把光和暗分开 然后有晚上 有早晨 第二天又是 有晚上有早晨 请问这是什么 次序 神在那个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的时候 神的灵运行 神就创造开始了 神创造了 神就叫他有次序 一切次序开始了 最后神每照一样东西 神就说呢 神看着他怎么样 是好的 都是好的 什么是好的 万事万物 照着神的次序 去运行的时候 就是好的 万事万物 没有照着神所定的次序 去运行的时候 就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 要遵守 神所定的次序 那个就是好的 就是荣耀神 那个次序是神定的 所以在家庭里 神说 你要顺服 你的丈夫 妻子要顺服 丈夫要爱妻子 这个也是顺序当中的 你说我就不听 我就不顺服 我的丈夫 我就不是 就不要听他的 那你的家 就要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儿女也是啊 儿女就不听父母的 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一定的 那你说我做丈夫的 我就不爱他 那你也是 你的家一定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 因为你没有照着神的次序去行 所以照着神的次序去行 不是凭我们感觉好不好 这里神没有说 你感觉好了 我就看着甚好 没有 神说照着他的次序运行 神就看着好 甚好 如果一个人能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 去遵循 去遵循神的话 去遵循神的旨意 去遵循神所定的次序 你的家一定会好的 一定会改变 一定会幸福 你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 如果有一个人 无论自己的感觉如何 都要听神的话 你相信 你的人生一定蒙神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提这两点 实际上在生活中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比方说在每一件事情上 让我们选择神的旨意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活出 荣耀人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认识神 要热爱这一本书 热爱神的话语 热爱圣经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好好地研读神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也就没办法活出神的心 没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来 好我想今天时间真的过了一些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活出荣耀的人生来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宝贵的话语 主啊 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来荣耀你 荣耀神是你造我们的目的 荣耀神也是你拯救我们的目的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 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活出荣耀的人生来 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们的家庭里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 在我们的工作里 在我们的教会里 让我们都能够活出你荣耀的见证来 主啊 让世人看见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凡是心里愿意的 主你都加添我们的力量 主靠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 主啊 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你的心意来 谢谢主 也祝福我们下面讨论的时间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愿我 施主爱付诸 心灵即可 施主赐满足 主有令我度过 坎坷道路 终于在朱怀中 寻到归宿 若沉溪 驱散我 心中的余命 得胜利 岂使我 诚心回应 路途寂寂寞 路途几苦艰难 我愿为你 背负世将 祝我 祝我 聆听我 可不呼声 祝我 祝我 哦 祝我 我愿 献上今生 百出光神 哦 祝我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神 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今天我们的第二场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 在婚姻中荣耀神 那么 这个题目呢 我想根据以佛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 来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你有机会去仔细地读以佛所书的话 你会发现以佛所书的架构非常的清楚 它的前三章是讲到神儿女的地位 那么后三章呢 就讲到神儿女的生活 神儿女的品行 那么非常清楚 前三章 神儿女有了属天的地位 那么后三章 神儿女应该活出属天的生活来 那么最明显的请大家翻到以佛所书第四章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 我们就看到是一句成上启下的经文 他说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昭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大家看到这一句话 前半句既然蒙昭 是对前面三章的一个总结 就是神儿女被神呼召出来了 被神从罪恶当中 从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呼召出来 蒙了拯救脱离了罪 那么呢 就是神儿女的地位 这是对前三章的一个总结 神儿女蒙了神的恩招得救了 那么后面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这句话 就是对后三章的一个起下 后面三章 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要与蒙昭的恩相称 所以呢 以佛所书的架构非常清楚就在这 第四章第一节 就是前面的成上旗下一个总结 那么后面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至少从第四章 到第六章 这三章的经文里面 至少讲了神儿女应该有的五个品行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 在以佛所书的第五章 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里 那么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 整个这一段经文是讲了人生的三大关系 如果你看到从五章十五节这里呢 我们看到讲了基督徒的一个另外一个品行 就是智慧的品行 那什么是智慧的品行呢 从十五节开始讲 一个智慧的人 就应该在人生的三大关系中 顺服神所定的次序 这个叫智慧 这个智慧和人想的智慧不一样 我们想一个人很聪明 很有智慧 或者是呢我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 从来不让别人占我的便宜 或者是呢我都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 或者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我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都不吃亏 这个叫智慧 但是圣经中启示的智慧不是这样的 圣经中启示的智慧 听神的话就是智慧 顺服神所定的次序 就是智慧 顺服神给我们安排的角色 这个就是智慧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在婚姻中荣耀神这个题目 我们就思想 以佛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开始 到三十三节这里 讲到了人际关系的三大关系里面的 第一个关系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人际关系 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就是夫妻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你们有没有所谓 我开始